第三百一十三集 提炼破天罡 北风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苦苦调理了几个月的身子 只削一朵花就可以解决了 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北风不再犹豫 轻轻把这朵花放入到了口中 入口的一瞬间 北风就想吐 差点干呕 但还是硬着头皮咽了下去 这花闻起来有股淡淡的芳香 但一入口就化作了液体 散发出来一股腐臭的味道 这液体化作无数道丝线 串联北风全身 一条条囚结在一起的筋脉分散开 体内的暗伤也快速地修复起来 北风体外 一丝暗红色的血液开始渗透出来 让一袭白衣变得脏兮兮的 一股股挣扎的感觉 在体内堆积 让北风皱眉 十来分钟以后 药鲜花的药力 缓缓地消失不见 北风尝出了一口气 只有失去过后 才懂得珍惜 北风此时就是这样 心中充满了喜悦 北风仰天长笑 一股气息 在北风的身上升腾 喷 一声轻响 干扰了北风不少时间的 幼足翘穴 瞬间被汹涌的气血冲破 一道气血滑盖 在北风的头顶形成 但直径却不到三米 凝结如同实质 噼里啪啦 北风活动了一下筋骨 一声声筋骨 如同鞭炮一般的炸响 两久 北风睁开了双眼 整个人的气息围着一变 如一把出鞘的利剑一样 回到房间 北风洗干净身子 换上了一身白色的衣衫 北风开始吩咐下人上菜 原本很多不能吃的食物 此时北风却可以食用了 也不用顾忌 其中蕴含的狂暴气血 会伤到自身 回 一口吐息如同利剑 划过了空间 在门窗上留下了一丝痕迹 北风的意念一动 一具血红色的蜘蛛尸体 出现在房间之内 北风叫过来一个侍卫 让他把这道蜘蛛的尸体 分拆开来 侍卫现在 只想尽快解决 北风交代的事情 刷刷两刀下去 天火珠 坚不可摧的尸体腹部 出现了一道口子 但却没有血液流出来 这天火珠 犹如结晶体形成的一般 就连其中的内脏 也如同金钻 北风取出了一团 银白色的蛛丝 端在手中打亮 这蛛丝的坚硬程度 应该可以媲美 子猪鱼干时的鱼线了吧 北风笑了笑 这些蛛丝对自己 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不过其中的腰单 才是自己需要的 针 飞剑瞬间破体而出 一剑就破开了这团蛛丝 飞剑切割在上方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很强的阻力 但终究还是斩破了 一株拇指大小 通体赤红色的晶体 出现在其中 没有任何的波动传来 北风割开自己的手腕 大骨粘稠的血液 胶住在这颗腰单上 所有流出的鲜血 都快速被这颗小小的腰单吸收了 北风一身的气血流了一半的时候 这颗腰单开始慢慢地消融 喷 一道莲花般的白色琉璃一般的火焰 从腰单完全消融的地方 凭空出现 散发出了阵阵灼热与光明 空中的温度急速提升 泛起了阵阵涟漪 但北风却只是感觉到阵阵的温暖 北风的意念一动 这朵散发着 无量光明的钥匙流离火 在空中朝着北风飘来 而后被北风 一口吞入口中 下一秒 钥匙流离火 出现在北风的心脏中 照亮了心房 进入心脏的气血 经过钥匙流离火之时 瞬间就缩小了些许 很微小 但却被北风感知到了 北风的意念一动 一大口石锅 出现在北风面前 北风直接把 钥匙流离火放入其中 嗤嗤 一道道声响传来 大量的破缸雨 瞬间被烧焦了 而后化走无数的粉末 停留在石锅之内 北风依法炮制 几口大锅中的破缸雨 全部烧成了灰烬 之后 一条破缸雨王 北风也没有放过 这朵钥匙流离火 像是无物不然 洁白的火焰 瞬间延伸到了 这条破缸雨王的全身 只是几秒后 原地出现了一颗 拇指左右的银黑色的 不规则物品 这就是破天缸吗 北风捡起了这颗 银黑色的矿石 纳纳自语的 这颗只有大拇指左右的 破天缸矿石 却重达上百斤 北风有了不好的预感 这么大的一条 破缸雨王体内 只有这么一点破天缸吗 那刚才如针一样 粗细的破天缸的雨体之内 有多少破天缸呢 还想着打到一把兵器 现在看来远远不够啊 北风叹息了一声 手中的一个小袋子中 装着大半袋子的细纱 或许是比细纱 还要小的破天缸 火焰在北风的手掌上方燃起 熊熊大火 包裹住了这一袋子破天缸 湖边上 北风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了 一颗颗破天缸的微型矿石 开始灿灿生灰起来 又过了几分钟 北风都想放弃的时候 被钥匙溜滴火 包裹着的破天缸 终于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矿石开始融化 杂质被融成了残渣 掉在了地上 所有的矿石融化之后 得到的就是 北风手中这一团 鸽子弹大小的银黑色液体 最终提炼出来的破天缸 少得可怜 单独断到兵器 是没有可能了 或许可以这样 北风的双眼一亮 想到了一个办法 意念一动 金色的飞溅 瞬间撞入这一团 银黑色的液体中 用精神力控制的银黑色液体 均匀地覆盖在金色飞溅之上 而后收了钥匙流离火 只是一瞬间 破天缸就完全冷却 银黑色的飞溅 只有巴掌大小 没有任何出彩之处 如同路边的废铁一板 钉 发现七级物品 更金飞溅 由更金与破天缸 锻造的飞溅 锋利无比 对炼气舞者有很大的杀伤效果 另外 现代飞溅只是简单地锻造 不断用气血温氧冲刷之下 会使更金与破天缸完全地融合 北风只是用精神力 稍微一控制 就感觉到了不少 中了很多 嗡 嗡 北风现代动用权力 黑色的飞溅 才堪堪地突破因素 这固然 与这方天地的引力有关 但是破天缸的重量 也同样影响了飞溅的速度 就是不知道 这个速度在地球 还能够保持多少 北风想了一下 也不去在意 按照系统的提示来看 现在的飞溅 只能算是半成品 需要时间来融合 但两者 完全融合在一起之后 飞溅的等级 肯定还会再次提升 北风都没有想到 这破天缸的效果这么强 只是简单地把破天缸 镀在了根筋飞溅上面 居然就拥有 如此强力的效果 然后再次提升 未经许可,不过 正确的效果 偶尽